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格谷要论》里面记载 这个名书有一个学者叫曹昭的 曹昭新的一本书 这个研究古代文化的必须要鼓的 叫《格谷要论》 这个书还希望大家和朋友有机会去读一读 内容还是很简练 写得非常好 所以必须要鼓励地说 他就讲在定谣有一个工匠 在定谣有一个工匠 这个工匠叫《平均宝》 他在定谣修行手艺 实际上这个人他是山西人 他是山西活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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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定谣修行手艺 所以手艺了以后 他都会去 他应该是在北冲末年 北冲末年的一个人 北冲末年的一个人 那么他在这个山西 在定谣修行手艺 所以以后他回他的老家 这个山西的活县 创办了一个模仿 完全是模仿定谣 把工艺风格生产出来的 生产的定谣风格的绘区 相当的精美 相当的精美 也有盲口 也有惊喜的刻画 惊喜的画画 他的抬题也很极白 甚至比定谣还要薄 所以比定谣还要薄 所以他是办法在这个定谣之间 他经过这个 后来他把它叫做新定 不然叫做活摇 现在按照考古公主的惯例 他是叫做活摇摇 他就叫做彭摇 或者叫新定 这个就是新定 他学了以后 回到老家以后 自己创造的一个赤摇 这个赤摇已经被发现了 这个赤摇已经被发现了 我是1978年的时候 到活摇去发生 就是现在活摇东的老家 香港大资本家 在活摇的陈琛 活摇的陈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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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前陈琛 后陈琛 而且烧山西的滑花 烧山西的滑花 那么他这个烧这个瓷器 他有抬题极白 他有抬题极细 很薄 甚至比定要还薄 那么他也有化化妆室 也有这个刻花装室 也有刻花装室 也有刻花装室 也有化化装室 但是呢 就是他的右啊 太北 右北 北的不漂亮 北的不漂亮 北的不温润 北的不温润 而且这个北里头 有点发色 有点发色 就是说 没有这个象牙白那么温润 优美 雅致 没有那么雅致 所以这个活摇油 它的主要的生产时间是金 主要的生产时间是金带 这个彭均堡创造以后啊 他的后门还进成他 所以生产的时间呢 大概有 差不多两个世纪 有两个世纪 从金带开始 从金带算什么叫 真正宋代的活摇 没发现 因为在宋代的时候啊 这个彭均堡啊 可能还在那个 还在定谣 还在定谣 还在讲实声呢 到了那个战争 战乱起来 金人打过来 他回到自己老家去了 创办持咬 现在这个活现的情况 我们中国还算是 北方地区一个 这个出产优质厨厨的一个 非常好的地方 现在这个厨厨啊 出口到罚工 中国的厨厨啊 这个还出口 还出口 就是 有一回啊 这个 香港的一群 那个 艺术品收餐家 文物收餐家 和齐齐收餐家 这是在一个 徐战堂的代表下面 在王府办店的 一群巨大的招待会 当大会的时候 前面一起我参加 然后一起去参加 参加了以后 我有一个习惯 我吃饭的时候 我就看团局 看团局 看团局的盘子 我也不搭配了 这个楼团局的时候 我就埋出了 到哪里去看团局 一看团局 我这个团局是定谣的 这个团局 我说这是定谣的团局 我说这个很像定谣我 我说这个 后来呢 我说是不是定谣现在的团局 才发展起来 但是我知道我定谣的水平 好像要赶上一样 结果我就把 你也叫 我说 你这个磁器是 实际上哪里买定的 他说我给你把 那个 收屋长叫 把收屋长叫 收屋长叫 对 我说你这个磁器 那我们这个是法国磁器 法国进来的 一波数 总统的 你这个 开发外面 你都买法国磁器 但是 我问你这个时候 怎么想定谣 他说不是 他说中国的磁器 不过关了 水平不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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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后来呢 最了解啊 法国呢 他用的中国的预料 就是工艺 就是工艺 中国 中国的原料 法国的制作 然后呢 高价 卖回来 卖回来 我们去马国 都贵啊 但是从欧洲运往中国的运务的角度还加工很强 所以这时候他的质量是非常弱的 但是很像病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国有 就是新病的地方 下面我再跟大家讲讲这个土地 这是我们经常见到的几个运务定谊的几个类似 叫土地 土地就是这个大家知道了 就是定谊的以外的地区生产的 特别现在比如说在河北省景兴县的景兴谣 那么我们今天带的标本也有大家可以看 那么它是完全按照定谊的风格 就是定谊磁器发明以后 周围有小的摇层主也会做磁器的 连做中心摇层在这里来进行生产 那么生产出了定谊风格 但是土气没有定谊那么几块 没有定谊水平那么高 还有就是黑定 黑定是定谊当中的最上好的作品 黑池 景品黑池 所以本来是想跟人家借了 跟人家借一点那个黑定来的 人家不借 他说这个鸡肉类体骗 那个黑定就禁止了 我那个有的是跟人家借的那个定谊表本呢 我们还要付他钱的还付他的这个资料费 他在黑定呢 我说我给你钱了 我只能给那个人家借饭的给你 不行不行 我不行 我就能几片 如果我丢了这些 这不得了 做这个笔满持钱贵 所以这个这个 所以不是钱不钱弄的 就是买不到 就是买不到 这是黑定 黑定的主要的特点呢 就是它是北胜的胎 它的胎体极北 它在胎体啊 位上位上的北 他们扫这个黑定的一些磁体啊 定谣磁细又 在它扫了颜色又 就是紫定啊 黑定啊 它用那个胎体啊 它的这个致密度 这个这个精细度超过北定 超过普通的北定 所以啊 它是这个定谣当中的高档产品 这样的高档产品 可以得像一面镜子一样 都可以拿出来造人啊 都可以像一面镜子一样 必游气还非 必核气还非 那真是很精美啊 就是很精美啊 另外就是紫定 就是紫定 紫定呢 就是芝麻酱油 就是酱合色 啊 紫定 因为我们为什么要用紫定呢 为什么不用芝麻酱油啊 那个因为紫定是古人的 古人这么说的 现在就是那个叫芝麻酱油颜色 芝麻酱油颜色 所以有人写文章啊 说紫定呢 是定义的极品 极贵 极为贵的 最明显的产品 最明显的产品 那么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绿定 绿颜色 绿油颜色 绿油颜色 它现在全世界 还没找到一件 一件都没找到 只有这个 几个破片 只有几个破片呢 在我们过宫过院 收藏起来 净周的那个什么吃者呢 绿定的吃者呢 绿定的吃者呢 它那个是陶的 陶的 这个陶的 是低温的 它加鲜的 因为它放鲜出来 它放鲜 真正的高温的绿定呢 就用铜作为沉睡剂 烧出的这个 就是这样的 没有 现在没发现 故宫刚才发现几个瓷片 现在我们看看那些产品 看看那个瓷器 看看定的瓷器的这个标本 然后呢 只要这个标本 然后呢 我们在休息呢 我们就看了一个瓷片 看到瓷片以后呢 我们回过头来 再讲 鉴定 鉴定的几个手段 鉴定的手段 因为有了这些基础 因为有了几个神品的 深刻的印象 那个亚品的破诞 大家印象也就深刻了 所以也就具有操作性了 这是一个童子宋金服 他做了最上文雅 从上面灌水 或者灌水 后面一个缓 然后呢 这里 这里做了一个礼物 这个礼物呢 是一个书 做了一个书 非常雅致 那么现文呢 你看它无论是撇花也好 它是画花也好 文清线细 很不张扬 那么 人的性格呢 也很文厚的 很文厚的 就是这个童子宋金服的方向 这是一个君池 在君池上面一个盖 盖调了 那么这里撇出原花半层 这个君池最大的铁杆 把他盖牙跟他腿 连在一起 连在一起 它没有这个比喻 没有这个比喻 这个这个水 你看这个就是内衡 或者再大一点 这个叫做BTO BTO 这个定要实际 这个很清楚 但是一般的内衡呢 就是这些部位 这些部位呢 很隐隐的 不是很清楚的 很隐 这上面就有点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BTO的 很过分的一个 BTO的味道 造型 这是一个定要一个 这个叫做这个 钟 以九真 还有一个名字 还有一个名字 你最后一条名 就是肯定 肯定 肯定呢 就是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向亚人 肯定啊 不是向亚人 他是追求的 高北部 就好像李明嘉本 这就是李明嘉本 他比北部比较高 他不泛黄 不泛黄 像这个 他这个呢 有点是提及恒劲的 有一个比较海北 有一个比较海北 所以啊 那个处风定要 好多都是恒劲 很多很多都是恒劲 很多都是恒劲 他北部是最高的 恒劲最高 他这个也是盲腾 这个叫盲腾 不然就可能不相对 而又一样 这样子 这是一个提亮盆 你看他有个小型的酒壶啊 做成了这么优美 这有没有一个文化素质的人 没有一个工匠 没有一个文化素质的人 他哪里想到这样 就做了这个 就是盆边 边另一个 对对对对 做了一个植物 来做一个这个 提梁 然后呢 一个这里挂服 然后这里 就做一个 做一个寡体型 非常优美 非常优敬 所以实际这东西啊 里面画画的 深厚的文化涵 深厚的文化涵 它不是那个简简单单的啊 有工匠啊 刷手艺啊 做出来 为什么我们现在有的作品啊 不好看 现在的作品不好看 特别是 《文化大革命》当中 还有《文化大革命》前 那些这个北京 当然大家不能来自北京 北京吃饭的那个 一猫儿的蓝鞭碗 因为几十年都是那个玩意儿 那那个 看得了 里面是深层啊 它只要有个别儿 要不是省钱啊 找一把扔了 找一把扔了 那个都挺 难看的 它就是那个很清水 很清水 因为土气 土气 这个就是 《文化大革命》以后 把我们 中华民族的文化 中华大幅度的下降 所以现在做的东西 都叫办法很难看 难看 现在学习要 从外面的东西进来了 也不会打扮 打扮有一些 你比如说 他能买化自己 还不说 他才扯发自己 他这个很素养 再往下 这个就是指定 这个指定 指定呢 它是一种 像成熟的四字瓶一样 这一家指定 是安徽省博物馆的 这个农民呢 他在一个墓上里 挖出来 挖出来以后啊 他就想啊 把这个 把这两个 两个 平的 拿到博物馆 就换在钱 结果他装在一个麻袋里头 装在麻袋里头 就挤着公共汽车 这家公共汽车 这时候拿到公共汽车 就抓到 这人进去了 门关上了 碰着打了碎了 打碎了 打碎了以后 很糟糕 好在啊 没扔 破在这个 麻袋里头 那博物馆呢 还是给了他钱 还给了不少的钱 连麻袋都买过来 然后呢 让那个 修复厂的工人呢 把它拼起来 听得不错 现在这是中国保持的 最好的 一个指定 最好的啊 这个现在很多 那个图鲁里头啊 就要用他 就要用他 说明了 指定 但是呢 打破了一个一个好处 打破了看胎 打破了看胎 完整的东西啊 麻烦 完整的东西啊 你不能看胎 你要把它打破了 也看胎 看这个 看胎 那时候我在安慰博物馆 正好他们在 在修复 看个够 破一场非常地高 非常非常地高 非常非常地高 这就是指定的方向 嗯 那这个黑镜 这个黑镜 这个电视 收藏在日本 上面这个金花定朗啊 苏东坡讲的 也是一个金花定朗 它就是这个 上金彩 啊 金彩调物 上金彩调物 就是你看这个 这个 这个非常的本 非常的细啊 这个 这个 用照相的关系 还没照出 它的真正的本 反正这个亮光度来说 它就能有一个禁止 的 现在是加古董 它就合并很多 啊 合并很多 大家要小心 它的就是比较厚 啊 台子呢 没有这么细 没有什么 工艺比较粗糙 啊 这样子 啊 这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啊 盖棍 一个这个 局办稳的盖棍 啊 一个盖子 对是在这个 嗯 默飞手呢 这个 这个 静止寺堂 啊 静止寺堂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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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 是 呃 呃 呃 盐棍 不是 咸棍啊 就是 堂 这个 太平新国人的 太平新国人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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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塔基里面 出了 这样子 啊 这就是 相同口的 不满口 还是相同口 有相同口 啊 还有相同口的啊 你看 它这个刻花 那刻花啊 它可以的很流畅 但是呢 不肯张扬 因为它有个刀锋啊 刀锋 都是很宽的 刀锋 比较走的 现在的刀锋 现在的家国人的刀锋很宽 刀锋很宽 刀锋很张扬 刀锋很张扬 它两个里面开花 尤其是里面的刀锋 刀锋 更是很清晰 这边一间 这边一间 是大家收藏的这些 定谣 时期啊 现在在那个国际市场上 可能四五十万的 四五十万 五十万 五十四万 我明明有一个朋友 在香港 他也收藏了一家 他买了一个盘子 还不是这样的吧 他没有钱进口 这种一个盘子 玛特网是一把 二十 二十多公分嘛 那个盘子 买了五十万港币 买了五十万港币 哎呀 我说你真是的 我花那么多钱的买 这个钱是容易挣的 这个东西是不能再生的 钱 你也拿到有什么诺文 哈哈哈哈 假的 我下 我下 那么这个就是行官 这个官子款 为什么 那个 定谣时期上 有些客款 客款呢 他给了一些质 就是 这个 这官子款 这官子款 以这方方的写的 有这么写的 有这么写的 这么写的 官子款 新官 他就写的 这个 为什么他质官子款呢 他就是因为 这个太官署了 太官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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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他是分写底下 分写底下呢 有这个上一局 就是帮到皇帝啊 做一族的 上一局 有上十局 就是跟皇帝做吃的 上十局 还有呢 上药局 上药局 还有呢 有些 还有呢 有些 这个 实施算服供应 嘛 供应的 这些 一些名款 那么这次 这个 说明呢 定要是民要 说明定要是民要 如果定要是官要的话 那么 那么 他是不会 就 费出于官子款 他是民要 民要呢 就是他这个左方啊 左方主啊 这个生产的东西 被皇宫看中了 那么太官署呢 叫定一招 定一招 它是为皇宫 烧到瓷器的 为皇宫烧到瓷器呢 那么 这个就 在当年呢 会陪上一个 官子款 的太官署 新定呢 就是 可以修行 新官 你看这个是 这个PTO 这个PTO 这种活 活有 可以保险 这是一个 还是 不是忙的 要找 有活会谈 这样子 这是长景平 可怀的长景平 那些景度比较夸张 因为夸张 这个现实作假 景度就要 本人的解 本人的解 不说必须 那么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有那个 丹铁 这三个是雕塑的 这个人物串相 这么一条 小那个 这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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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觉得这件 特像 和画的 不是 德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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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是 塔基的 出来 塔基的 出来 他说 从一辈五十戒 第一辈塔基 就出了 那么他这个 有其用的地方 德华林 自己啊 一会儿看那个 德华的台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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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喊糯米光 就像那个 蒸下来的糯米团子一样 这个南方叫池巴 对不对 池巴就是那个浙江那里下 武道龙东去 他的糯米 把糯米蒸熟了 拿了以后 你摆开 放大定义海经 那种 糯米光泽 这个 这个 这个是石头光泽 这个也有光泽 那是石头的光泽 那糯米光泽 啊 就有清清的那种 所以叫做 那糯米糯米团子的 塔斯坦的光泽 那他比较松 他比较松 王家 那这次定样的 也合着 定样的合着 做得很简练 这个做得很简练 底下也是金飞族 可是他也有金飞族 这样子 啊 这是那个 一个瓶子 定样的瓶子 这些定样的瓶子 这些定样的食器 都是很贵的 听他们的古董办事 我说以前 像这种 找几 怎么弄加来 两千块钱 以我的考证 这是那个 这个 先生 我还很喜欢这样 喜欢文字 对理由有什么 这样子 啊 这是一个 这个 这个是一个盖子 他都很有旋转性 它有旋转性 怎么样 我们呢 现在啊 现在我们呢 就 看看这个 这个 定样的标本 怎么讲 这个 圆来啊 上次龙来讲的时候 大家 以我老学院里 都可以看到 我这个 这个 这个笔记 是这一支专门呢 得到同志以后 跟国为讲 专门重新做 但是,中国俗出来的,因此,南里亚跟国威纪,大家还需要建议,好处发生的迷信和见证。 我们讲见证就是不一定的道理,很喜欢的道理,影响比较深刻的。 甲定谣是今天的特点,根据我的归来,有某个方面的甲区别。 第一个,甲定谣的原料比较松散。 原本比较松散。它还是用着定谣附近的石头,原料的本身跟古代还是不一样。 但是,它就是加工手段不够精细,它也没有那么高级的耐心。 所以,它们的手感比较轻,质地比较疏松,质地比较疏松。 只是年年和城府不僵,所以它达不到整体的台体的致密。 但是,它又要,如果它现在做的这个甲定谣,要保证这个台体造型像真正的定谣那样轻易影响的风格, 那么它这个台体就是清天谣的。 它就是清天谣的,拿到手上,也没有分量。 这个就是不少,这个在这个北极战,有些军队的统治,他们也喜欢定谣, 就买个这个定谣之线,通过领导战,到他们家里去看,拿出来这个痕迹,清天谣的,这个没有分量。 所以,拿着一个没个碗一样,他就不注意,因为做功能不清洗。 所以,这个整品,它没有整品,整品虽然是薄,虽然是比较薄,但是它在国也有一定的分量。 你看这个定谣瓷器,就是这个瓷变,大家点在手上,它也有一定的分量,它也是,它是比较最少,它这个就是比较自密。 现在呢,它现在标准,它这个是抬起的。 它这个。抬起的,这个是抬起的,它抬起很低,它的抬起比较低,比较美,松松的。 这个拿棒拿只下面看着,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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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可以的,这个没很致命。 它抬起出来吸收的广者,没有吸收的广者,西东,还是西西西,是它最致命的小学。 就在雅根从上一个月和东北地区发生了一个发生案件 因为他诈骗了国家的产党 好几百万人抓起来了 抓起来他的父亲出面 说我拿我的家常的古董来抵押 他就说他用他的古董来换个票来做办法 然后让他全部拿出来 结果人家也不是傻瓜 人家拿到北京来 他有几件是假的 仿定谣的一个竞品 要是拿的时候能听见他说 他整个的一堆东西 加起来值不了两千五百块钱 但是他也想抵击了五百多万的杂争 把他儿子放出来 他跟那个公司讲 他说我这一堆东西要三千万 我有三千多万块钱的古董 那抵击你五百万的债还不行吗 你们拿去卖钱 他还说这啥有些事 说这个盘卖公司要汉卡盘卖公司 让他家的盘卖公司 真都要他的东西 真都要他的 我们已经登记了 但是我忙于回来 所以我就没有给他们拿到 拿一个盘卖公司 所以你们拿去盘卖公司 起价就是三千万 平均最少赚两千五百万 然后这五百万 结果人家拿来 拿来假的去 从来就没点回事 就根本是造谣 这个亲口气干 一堆垃圾 或者这一堆垃圾 一千五百块钱都不值 轻飘飘的 这个台体跟整品不符 台体跟整品不符 这个 有些东西 像我们拿到的地方 拿去跟它一对到 因为对比的方法 在认识事务最简单的方法 也是最可以操作的办法 所以一对比就对比起来了 接着一个就是造型笨 造型为什么笨 大家已经很清楚 它就是为了追求这个手感 为了追求这个手感 加动它的分量 加动它的分量 它拆起家后 加后以后呢 就就就就就就 就显得笨了 这个线条啊 线条这个符度 是掌握不好的 凡是家后的 都显得笨 特别是在这个肩部 到腹部 这个这个部位 它是夸张 夸张的过分的 显得这个就臃肿 臃肿 这段时间啊 遇到很多 从这个文物市场 刚刚开放不久 这个 这个 这些加工动都出现 尤其北京的区家 这个 家庭有更多 因为啊 这个渠阳啊 离北京很近 离北京 而且渠阳的这个 家庭用的磁场啊 也不索 也好几个 好几个 特别是他们有几个 做的比较好的啊 做的比较好的啊 我也都怕大家笑了 我还是他们顾问 顾问 现在我也是神秘 我不做这个顾问 越来越做顾问 越来越来越骗人 对 对 他还打得为奇好 他还打得为奇好 所以我们的 这些神秘 是我们顾问 对啊 我说越顾问越糟糕 越过越防御骗人 因为固乱 我就要告诉你 怎么做成是对的 怎么做成是对的 要跟那个缺点 要克服 你可以有多大的 最后我都建立不出来 那怎么办啊 那是很糟糕的 所以这个 所以他们的造型 你安排上啊 就是一个度长的不好 这个粗笨 身中 形成的造型上不像 造型不像 拿一个固啊 往那个瓶罐 去往里面去 去查一查 对照一下 那么他这个厚度啊 是加大了 厚度加大了 所以现在 太厚 太笨 十七成成的 形成的 放一点 放一点 对 我们 我们 不等他 第三点 又不像 又不像啊 第一 他出不来这种啊 像亚伯的质感 像出不来这种 纹润的 这种纹润的 油美的 油美的质感 这个他就出不来的 他吸收出来的 火锅外露 很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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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呢 就没有这种 油美的感觉 右面呢 他们在右面像上了华智北一样 上 啊 再上去 哦 这个等一下还一点 后面也看到 后面呢 他上了像华智北一样 撒白撒白的 他这样光光的 他那个 这个极油的地方 那个象牙白的质感 就是这个极油的那个 就是那个 BTO的地方 还有那个 牛油的地方 就是那个内痕的地方 就好像啊 那个柚里头啊 就好像啊 我们呢 拿那个肥开水啊 里面早上吃那个鸡蛋 那个鸡蛋黄 那个鸡蛋黄啊 掉到开水里头 你拿那个筷子 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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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鸡蛋黄不是黄的吗 那个水啊 有点黄 大家看到黄色的可粒啊 就像那个鸡蛋黄啊 比水泄开了一样 就像那个鸡蛋黄啊 那个黄色的可粒啊 就像那个鸡蛋黄啊 那个黄色的可粒啊 就像那个鸡蛋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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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啊 一定是假的 反应是假的 它是加了这种存在元素 加了这种存在元素 加了这种存在元素啊 希望得到这个 希望得到这个 这个鸡蛋黄的感觉 它有的啊 所以就买了一个钛 金属钛 钛的氧化物 但是它买了化工原料 要知道 这个古代啊 它是自然的 自然的物质 它的氧化它绝对是不存的 它还有别的 很多别的物质 现在买的化工原料呢 它就是那个 可能就是因为那个 现在化工原料啊 成为那个 异物的黄的颜色 就像那个鸡蛋黄蟹开的一样的颜色 所以呢 它那个 西松 又里面西松 又里面呢 那个 那个 这个内痕啊 或者像牙白的那个痕迹啊 它就 它就跟那个 这个 它是鸡 它就是又多了 留在一起 它里面没有那个黄色的可粒 它这个 没有那个黄色的可粒 它这个没有那个黄色的可粒在里面 现在呢 它将来 它有那个黄色的可粒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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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的可粒 它在里面的流淡一样 像不像 这个呢 其实比较 有点 像是粉定 粉定 就是白度比较高 这个白度比较高 这个白度比较高 它也有内痕 但是不明显 白度比较很明显 这个呢 可能是 但是呢 也不知道相对清楚呢 也不知道相对不可 如果是黄色呢 就相对的 清楚 如果是这个 白的 或者是发黑了 那就有不可 可以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 它主要是 它的退光 变成 所以效果不一样 而且 右面呢 有耀眼的 耀眼的曹光 没有人品的 文艳的感觉 那么这个 第 第四位点呢 就是它的 咳花画画不像 刀锋凌乱 现代不流畅 画文布局也不合理 但是主要它的 壳画也好 画画也好 印画也好 它全体清楚 全体清楚 刀锋函 特别是 这个 竖刀跟斜刀 尤其是那个 斜刀 它的刀面是不宽的 但是斜过来的刀 不宽的 现在的架构的话 因为它的操作 什么 不是很足备的 它的一个 竖刀凯下去 它那个 偏着那个斜刀 比较宽 因为刀锋比较宽 而且生硬 大家知道这个古代的 这个华文呢 它是学这个 宋代的特施 它是学宋代的特施 宋代的特施 宋代的特施 很直的这个华文 在华文很年轻 以前很年轻 现在 它有刀锋 它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华文减少 华文内部减少 减少 布局呢 华文布局变小 布局变小 原来是蛮布局的 现在 它有一点 一个小折条 就能几半华文 牡丹 华文呢 是简笔牡丹 原来人家的牡丹 很多的层次 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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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叠压起来 这个 它现在 它没有很多层次 顶多两三层 它就够了 所以它形成的 简笔 它这个牡丹花卉 牡丹花卉 简笔 这是 出过来的那种 繁花事情的效果 出过来的那种 繁花 繁花事情的效果 你像这个 像这个瓶子 它这个局半纹 它这个局半纹 它是有点斜度 一个压一个 一个压一个 它的这个 比较均匀 但是呢 它也用刀刻出来 它有个宽一点 有个折一点 你看这个就折一点 这个宽一点 这个更宽一点 这个宽一点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还有点尖 尖一点 这个又圆一点 这个更圆一点 所以 它是工匠 是很随意的 上面可以的 你看这个 这个线杆 它是没有极限 但是这个弯一点 它是随着这个盖 它是应该随行的 现在很死板 现在分成死板 它那个 这个 一律是 一样的 一半跟另外一半 完全一样 那个圆头的 圆头的 这个 非常死板 我们家有一个 假的 有一个假的 以前呢 把他做台登 一年把他做台登 那么 开始就来 但是越看越假 越看越假 为什么 成现在图案 成现在图案 不像工匠的创作 没有工匠创作的激情 没有工匠创作的激情 那也是人工匠 现在是人工匠 现在是人工匠 现在有两种 一种是人工匠 比如就像 职职研究所 他们正有几个 比较高级的工匠 十三四岁 就把他招进来 招进来 就把他练 丢在你的刀 现在三十多岁了 四十岁了 工医成熟了 他们现在的课 但是呢 也有的 那个西班的那个堵房 天文堵房 他们那个 把那个 刻在货子上压出来 压出来 压出来以后再修 这样 就因为他们能过线 把它固定住 这样呢 做的就比较好一点 要做得好一点 但是做出来 就像我们现在的 可以东西一样 就是 就像我们这样的 如果从平面看货 就像杨柳青年画 它是工医 它实际上是那种工医化 它是工医化 它不是创作 所以 它这个花文的内容 一个是死板 一个呢 就是没有创作的激情 还有呢 层次少 故居小 它反正是 这个 想办法蒙 它是蒙 所以它那个 这个 没有那种 文不昌空的现象 那么 那有的呢 有的那个 那个装饰画 也比较粗 明显的粗 刀锋也粗 那个可线也粗 尤其是那个 像行李流水啊 这个 铁鲜游丝 的这个 画画 就是献可艺术 那个献可艺术 那个献可艺术呢 是文清献系 文物仓屋 现在它比较粗 出的有点 就像那个 出的就像那个 毛一针可以做的 所以 那时候那时候 那时候不行 这个 这个 大家知道 这个 定谣地区啊 定谣这个地区啊 是宝津战乱的 宝津战乱的 一个地区 所以这个地方啊 容易受到深重的灾难 因此啊 整个社会气氛呢 是阴沉成的 但是 定谣的艺术呢 它是 这个 这个 艺术啊 船润柔美 轻盈跳躍 充满了清清明快的感觉 是一种 滑倒向上的 滑倒向上的 一种 啊 艺术 这个甲骨董呢 就是石板板的 甲骨董它没有这种艺术气氛 啊 没有这种气氛 啊 再一个呢 就是啊 经常用的 啊 经常用的比较多的 就是这个甲骨董呢 就是这个甲骨董呢 它是用酸泡 它刚刚烧出来 右边里面的 表皮的亮光 就是红光 那么 它们呢 它用酸泡一下 放下以后呢 人们在打磨 打磨出界 右边出界这边 还有闷的这个光子 这是一种方法 另外一种方法 它就是啊 用这个暖骨的茶 用这个暖骨的茶 用这个暖骨茶 暖骨茶呢 它们表面的瓶光啊 嗯 所以那种黄区的 因为软布茶 比酸呢 那个腐蚀呢 所以用的伤害要小哦 但是用方大镜一看呢 它就有平行的茶图 所以呢 有平行的来过来去的 有平行的茶图 所以我们呢 呃 在这个 鉴定的瓷器的时候啊 就是买东西 你不开方大镜 方大镜就防我们 把眼睛呢 提高 提高以后啊 来看到它平行的茶图 所以定要瓷器呢 大概就是这些 我们 再看看幻灯 看幻灯 所以的话我们好好讲一句啊 啊 这是指定 这是北京 首都国务馆呢 在北京一个 辽国的一个 一个 一个 贵族墓葬里面出来的 这是 啊 这个 这个指定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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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ite他 Zar这些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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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顶要的小边族,底下这个族 这个顶要的小边族,它比顶要细 它比顶要完整,比顶要优美 有那个盘子,有那个小碟子 有那个小碟子,一片点大,很薄 相当相当薄,打得透光 但是在那个上腹部跟下腹部交接的地方 在那个底部,它那个轻轻的有一个刀起来 所以地牢这一刀,现在根本就熟不了 现在熟不了,它这个门线销这一刀 所以我们建议,往往我们看第一眼有一个遗迹 我们看第一眼的遗迹 你看我们最近有一个地牢的流行 各方面都不像,你也是晚上看的 你也是晚上,晚上不开圣网 所以华尔呢,把他像,一样松下 这个鱼呢,好像有一个毛病 所以冲冲判断了,就是一样夹土 但是后来,后来一想,一看到底啊 这个传统底下,那个轻轻一刀 那一刀削的暗烟,那可是水平高水平 所以那时候要重新建议 重新建议,重新建议,重新建议呢 重新建议呢,就把原来认为是假的一刀 而且重新建议下来,是真的 重新建议,重新建议就是这个刀 就是这一刀,就是这一刀 在这个底部跟那个腹部结束的地方 这个部位,它也来着你刀 细的啊,听过那个头发碎一样 那个刀痕,非常细 现在我们要学习,现在我们呢 有的学那个,学那个刀 这样呢,它学的不会呢 学的不会啊,它就像那个,说的像什么东西呢 说的啊,它就像那个,就像那个,修罗布一样 它的刀锋很联细,这个呢,很没有,你那个有吗? 是底跟腹部结束 对啊,这个也是底跟腹部结束的部位 这个是素材,没什么用 这个看法,这个看法 不是啦,有的一刀的那个,有的那个小笛子很小的 也都有那个比较高级的那个合体 所以大家要注意到那一刀,那一刀出现 但是为什么,这一刀啊,就是有 有这一刀的,它就是很联细 很麻烦的一下子出现 那有的那个假的,它学,现在也很联细学 学了以后啊,它没学到它捕刀 它叫捕刀,因为有捕刀的现象就变了 它有这个刀,有这个捕几刀,有一个捕下的 因为那个陶瓷啊,一直要有硬的东西粘上去 它就留下一个很低 对于捕刀的现象,大家要注意 要注意,有捕刀的现象就变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还要等,还要活也等 还要活也等 非常高级洋海,这海人躺到地上啊 捅着这个,让大家来睡 那这是它的底 所以它,让一下 那这是金花亭 这金花亭,这在日本 这所收藏的,就是这个金兰金的钓 在黑鱼上面,有些金花亭,让一下 那这是酱产,这是酱产 这是酱产,这个酱产的装饰啊,是特别的这个颜色 那请拿来一定记住这个颜色 别人有没有,持住也没有,只有它有这个颜色 那么这个颜色啊,这个专门定要打扮得很雅致 打扮得很雅致,它是用那种平贴框啊,配了其他的颜料 这个专门做出的这种颜色 在一九九几年的时候,有一个,就是这项酱产的 那么有一个,有一个煤瓶,赔了这个,一千二百五十万 就是这个产,用这个产装的,这个一个煤瓶 后来呢,这个人把它拿出来卖 后来拿出来卖呢,就说只有,说这个,现在行是过去了 卖本来那么高了,那那么高了呢,就是说,跟你丢七百五十万 丢七百五十万,那就是分运,赔一半 然后赔的时候,赔的时候赔了九百七十万 赔了九百七十万,赔了九百七十万 不过他们基本价有一个是钱,赔了七百五十万 所以他们就不懂,玩了玩去,看哪去卖 卖,卖好了,赚一点,你卖的不好,赔一点 但是他们这些经济下雨一样的事情 你看这个底部,这个底部啊,非常的基本 这一点呢,就是跟那个,要周窑,要周窑防止定 持周窑防止定,很多窑都防止定 这个止定影响很大,对吧,影响很大 这个南方一旁,北方一旁,就是防止定 但是呢,一个是台底后,一个是用之初 一个是台阳,没有这个系,没有这个白,赔了一下 那这是干脆的,这是黑定,金花,赔了一下 这干脆,这个赔了一下,这就是止定 这个止定,这个止定呢,实际上是,烧止定的火度不够 如果,这个,这个黑硬啊,黑硬啊,这个成分啊,达到4%到6%这个期间 含铁量,硬里呢,含铁量达到4%到6%这个时候 如果温度烧,烧到1100倍度到刚刚到1200倍度的样子 就刚刚齿化的时候,烧出的颜色是差一末的样子 差一末,再上升100多度,到了120多度的时候啊 那么就烧成可以了 如果烧到1300多度,就烧到纸定 所以纸定呢,我介绍了各位朋友 在建立纸定呢,除了它的这个造型,六面以外 还有工艺制度以外,还有一个特点 这真正的好的纸定呢,它那个,这个,这个,这个 它那个,这个,这个,它那个,这个,这个,这个 它那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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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它那个,这个,这个,这个 非常非常的薄 或者根本就亮不出它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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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边呢,不存在一层底下,底下那层,底那个,底下那层,底那个,底下那层 是又黑,又这样的黑油 像好像我们穿的甲克尔一样 穿的甲克尔呢,是穿的那个,这个,这个,这个,四红六车型器 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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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克尔一层 但是呢,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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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克里面那一层 里面那一层,都是甲克两层嘛 里面那一层是黑油,黑丁有黑油这样 所以呢,破的地方,放到那个,几箱是黑的 上面一层,哎,这边几个,那个,就是,就是真的 现在啊,它们一层 不过最近呢,最近今天,听说啊 他们那个,定要演说已经缝出来了 已经缝出来了,又麻烦了 那就看别的,那就看别的 原来是广队那个呢,它就是一层 它就是一层,就是一层 再往下,那,这是一个指定的,再往下 那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指定的一个层次 那这一个指定,再往下 那这个指定,再往下 好了,指定定要呢,我们就讲一下这些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讲讲的张主角 政治八主角,跟大家就讲 刘老师,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公立上的? 这个不是公立上的 它就变开了 这个是开机就变出来了 这边没有 你再给拿这个 拿这个 拿这处 不想喘 你别看哪个片子 因为现在已经成绩不了了 我们五月份要到荷兰街开一个鲁牙的旅行团会 我那是特邀嘉宾 我是陶四天为部位长 所以我要去 而且免费 我要去看看我能不能再给他们要几片出来 看能不能要出来 这是很难的 看能不能够看 看一看 你们看看这个 这个是鲁牙的没清准 它是比较清准 因为它少计程度缩 但是少计程度不高 它要少计程度盖高一点的话 它还要保护 还不错 还要紧一点 他们从这些鲁牙 所谓的鲁牙本身是鲁牙 鲁牙没有鲁牙 现在他们说是鲁牙 所以他是鲁牙 但我的观点 我的观点 鲁牙就是鲁牙 他是一部分鲁牙为黄金钞控制 那么他们把他 表着这个就是公刑 公刑用的鲁牙 但是这个鲁牙主 本身是鲁牙的 鲁牙的比较 鲁牙的比较 鲁牙的比较高的 所以他们呢 他们最后又恨他又爱 爱他就是我必须要去 但是恨他恨我 不在里面是环瑶 所以环瑶 因为没有任何激战 没有任何激战 他是一个独立的做法 他是为皇宫朝鲁的独立做法 所以中国的光雅的出现 还是比较晚